宣誓言願受國家嚴厲制裁 宣誓人賴清德 神情嚴肅舉起右手 中華民國新總統賴清德 正式宣誓就職 由司法院長許宗立擔任監誓人 接著換上副總統蕭美琴 向全國人民宣誓 於必遵守憲法效忠國家 宣誓人蕭美琴 副總統蕭美琴走上台前面露微笑 兩人完成宣誓後重頭戲登場 由立法院長韓國瑜 親自頒授國家隱形 從韓國瑜手中接下交接最重要信物 翠綠色中華民國之喜 用於國書領事證書 楊之白的榮典之喜 則用在勳章證書包揚令 每四年亮相一次 請任命行政院院長 收下國喜正式就職 賴總統簽書的第一份公文 就是完成行政院長卓榮泰的任命令 親愛的你若有感動 請牢記在心中 完成任命後 賴清德跟蕭美琴站上府前舞台 兩人更罕見抛下藕包 手舞足道 再出發 再出發啦 北北 黃昆的一娘 不只開口唱 蕭美琴還不忘配合歌詞 跟賴清德比個一 賴清德回應豎起大拇指 所有現場的來賓 也謝謝 但是積極網路前的朋友們 雙手連番送上大愛心 兩人展現十足默契 賴潮時代正式來臨 新氣象 國人也相當期待 參選徐趙偉 蕭雲 台北採訪報導